我們不能理解我們今天來到交通部這邊要求台鐵局應該要把加班費儘速補足 現在可以給出承諾嗎? 什麼時候? 我們會儘快處理,我們跟台鐵局這部分會儘快處理 儘快處理,已經欠兩個月了還要儘快處理 沒有規劃任何的時程嗎?這禮拜可以下來嗎? 我們後面的員工可以接受嗎? 可以 儘快是多快 儘快是多快 我們剛剛講了這麼多,交通部應該要作為一個國家的典範 你們交通部林佳龍局長自己說了 要照顧員工,要讓鐵路員工有安心的工作環境 沒想到現在連一個加班費 已經機械員工這麼久的東西都提不出來 那頒表的部分可不可以承諾我們員工在還沒有跟員工協商之前 立刻停止八月份下減薪的頒表 現在是運務處的長官吧,運務處會停止減薪班 我們赤輪三班的話,我們會繼續再協商,謝謝 那你現在我們休息日的問題,你會改變成原來的頒表嗎? 謝謝,赤輪三班還是會繼續協商 繼續協商就是你要繼續推動的意思嘛 大家接受嗎? 沒有 排鐵局在七月二十七號下午的時候直接發文 要求所有車站的排班副作全部在三天之內把新的頒表排出來 這個無疑增加了排班副作的困難跟人力協調的問題 排鐵局要求我們員工多休一天 但是卻不給我們足夠的人力 導致變成我們的服務品質降低 第一,我們窗口,售票窗口可能要減少窗口的開啟 第二,可能會降低我們服務愛心旅客的品質 還有增加同事之間的工作量 試想一下,如果一個車站的工作,想導的愛心工作 原本需要三個服務同仁來服務 今天卻因為台鐵局他所稱的美意 要求員工少一個人 那所有的工作,工作量就會增加在於其他的兩個人身上 台鐵局今天要求我們修改頒表 許多的同仁在八月份被告知你的特休被取消了 因為車站能力不夠 所以你的特休就沒有了 那很多同仁在抱怨說 我今天要排這個特休 我必須在兩個月甚至一個月甚至兩個月之前 我就必須要先跟排班附座協調特休的事情 可是台鐵局突然的善改頒表 造成我的特休臨時被取消 我所有的計畫全部在一夕之間被打亂 而打亂之後,台鐵局又要求 你就沒有特休了,就直接回來上班 我們會讓你多休一天 可是我可能排了三天的特休 我跟家人約了要出去玩 我的房間、旅館都訂好了 但是就在台鐵局的一系政策之間 我的所有的花費全部都報倉了 台鐵局早期跟企業工會協商簽訂了團體協約 在這一次的變更頒表之中 他是單方面的更改勞動契約 卻沒有跟任何的工會做協商 這個是我們產業工會非常抗議的一點 林佳龍部長 你知道台鐵局的列車長、車長還有調柱員 已經被欠發兩個月的加班費了嗎? 兩個月的加班費 國營事業、公務人員 不是民間企業 欠發加班費都傳出去不會被笑死嗎? 我們列車長、車長每天在列車上執行 兢兢兢兢兢兢 就是為了讓列車維持準確、安全、運行順利 結果我們的加班費竟然誤兢 這也會面太恐懈了 你可知道這些加班費 對很多同仁養 對很多同仁來說 是很重要的一筆錢 不只要養家活口 房貸、養小孩、買奶粉尿布、繳學費 還有人為了沒有發加班費 兩個月沒有發加班費 還去借錢 今天不只加班費不發 在勞資協商的時候 台鐵還用這筆不發的加班費去脅迫員工 要同意縮減加班時數 14年前我們來過交通部 我們是抗議過勞班表的問題 但現在我們當時的訴求呢 被交通部跟台鐵局惡意的扭曲 當時我們要求改革三班的問題 是要在日夜休的無限循環當中 找到一個合理的休息日 而且不減低員工的收入 但是台鐵局交通部還有企業工會 三年前做成的協商卻是說 好我們給你2818人 但是呢你們要110年的時候推行四輪三班 交通部的邏輯很簡單 簡單到我們無法思考 他說我給你2800人之後呢 你所謂的三個班就多出一個人了 四個人就可以休息了可以休假了 但請問人數是這麼簡單可以評估的嗎 台鐵局交通部給了2800人 可是這三年每年離退了大概有700多人 那三年來也走2100人左右 那請問這個人力補足了嗎 但現在交通部卻想要直接的 想要推行四輪三班 先從砍員工的休息日交換費開始 我們記得四年前蔡總統上任的時候說過 勞工有問題的話你要跟你的老闆講 如果講一次不夠你要大聲一點吧 講第二次不夠你再大聲一點 第三次不行的話你就拍桌 那行政院長蘇貞燦有講過什麼呢 他說台鐵我對你們很好 要人給人要錢給錢 請問你人給到現在足了嗎 你的錢還欠了兩個月的加班費 那林佳龍部長說什麼呢 台鐵局最為交通部所屬的國營事業 當然要先做好 照顧基層員工的示範 並說這是人本交通的精神 那請問你現在照顧到哪裡去了 再來我們自己的局長說 台鐵員工不能安心穩定工作 那安全就是有疑慮的 所以呢他在108年初的時候 就說要幫員工加薪一到兩萬 並說半年內會完成已經送到行政院去了 結果到現在呢 員工的一到兩萬沒有著落 但反而卻是先砍加班費的休息日 所以我們這邊強烈的呼籲說 第一點交通部應該迅速的要求台鐵局 趕快補齊這兩個月的加班費 再來呢關於休息日出勤的問題 應該盡快的恢復成原來的班表 確保我們的上班人力是充足的 才會不會有員工造成過勞的狀況 第三點 局長承諾的一到兩萬應該趕快的落實 再來是最後一點 在台鐵局企業工會和交通部的協商之下 我們看到的48支這個進程 顯然是不夠去反映在基層員工的心聲的 所以我們要求應該把台鐵產業工會 納入協商的管道中聽取基層員工的意見